根據研究,不同的香味對人體都有不同作用 比如是薄荷味,可以安撫憤怒情緒,舒緩精神疲倦 婚衣草就可以平復情緒,幫助入睡,還適合絕大部分的肌膚使用 這個 course 裡面,我會教大家製作香薰蠟燭 讓大家試下手作之餘,也可以享受全天然製作的香薰 物資方面,我們有爐和小鍋子,方便我們去包容所需用的素材 其中包括,一個電子磅,一個涼杯,100克的大豆粒 大豆粒是一種全天然的物料 另外還有,用來幫蠟燭染色的染料 還有蒸入,可以為香薰添加味道 還有製作過程中,會用到的橡筋,筷子,攪拌用的棍子 還有,一條蠟燭芯 最後,就是一個用來安事製成品的芙頭玻璃杯 有了這些材料,我們就可以開始製作的啦 首先,我們會用熱水加熱材料 用電子磅量量100克份量的大豆粒 再用一個杯,裝起這些材料 然後,把它加入加熱的水裡 在等材料溶的時候,可以把蠟燭芯黏到闊口玻璃杯的底部 玻璃心太長的話,會掉下來,所以要用竹筷子固定 橡筋就是用來綁著筷子頭尾兩端 但在我們這段片裏,用到的外賣筷子 就不需要用橡筋,都可以固定到蠟燭芯啦 之後,加入染料到鍋裡 顏色一般出來,是會比開頭淺色些的 所以,加入多少燕料,就看你個人喜好啦 想出來效果越深色的話,就可以加多點燕料 再跟著,我們就可以加入蒸油 每100克的大豆粒,就對應5ml的蒸油 我們段片裏面,這個瓶仔,就剛剛好5ml啦 當所有材料融光之後 我們將材料倒入附口玻璃杯 倒出來的時候,不要浸太悶 留下一點margin 最後鋼幾個小時 就可以拿走竹筷子和剪了蠟燭芯 那就完成啦 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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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再見